FMQ1.5 煮油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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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余夫 很欢迎她到每个星期 晚上10月到7点 7点 在公众和大家在会 不过呢 今天这个录音的环境没什么好 因为我正在做红胎 做红胎呢 所以比较差 大家不要喝多喝 我尽量嘴 尽量安静的地方来和各位担散 你说在外面 风这样算算轻 这件的风胎呢 非常凶 所以每个条件朋友 希望大家都平安 今天要来和各位说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你如果上路时有去江峰南路 到那个北门楼口 那个地方呢 你要注意看 在江峰南路上 有一间有一个地方 你看到这样 有一些朋友说有像鬼屋这样 其实呢 它是一个伴牧师的建筑 有一个圆形的拱门 那个圆形的拱门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就说 哎哟 那个是不是鬼屋 不是啦 那个不是鬼屋 而且那个门南是鬼屋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本时代呢 算是日本的这个 就是陆军的区六部 军官的区六部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 这个 日本时代啊 台湾呢 有两大 重要的军事 重地 其实呢 台南就是第一 嘛 这台南非常重要 那台北是中特府 中特府的地方 所以呢 台北也是有一个重兵在那里驻守 那么 台南的第二年堆 就是现在在那星台后方里面 那里面有时间 这些时间 要把它揭露出来 另外在台北的第一年堆 第一部门链 就是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自由广场里面 就整个的这个 所谓的中政廟啦 中政纪念堂 那个那整个 那么 那个基日就是第二部门链的土地 那时候 驻重兵在那里 那么 台南这里也是驻重兵 台南其实 重兵最多啦 尤其呢 日本在这个木棋 要向南运 要去攻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空军就是设在台南 那么 尤其是我们台南基督啊 到后来呢 这个国民党政府来的 当然是 国民党不是向南运发展啦 但是那个美军啊 看到哦 哇 这个台南基督是做到 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环境 所以 台南基督对美国人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就对了啦 所以呢 在台南呢 有两个重兵 但是 我知道就是说 在日本时代 这个日本的空军 是打算在这个 陆军和海军里面 也就是说 它的飞行的部队 是 它不是说 成立一个 这个空军 是陆军有陆军的飞行部队 啊 海军 有海军的飞行部队 所以 它不是三军 它是 两个军队而已 哦 两个军啦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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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军 Spotify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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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ท earthly 牌子 poker social Up From Umm fen, jump like this 開口�� optic 開口社 邪行社 差不多是像我們現在的國軍英雄館 你在裡面可以大 請人家 也有一些兵衣服 兵愛詠聘的賣賣 但是他其實不然這樣 包括放電影 軍中的什麼書雙教育 什麼一大堆有的沒有 功能很繁複的就對了 定義說連政戰的部分都在裡面就對了 譬如說1930年代 很快就他就把指示說 封日本軍中的開口社 學行社 灌輸軍中的道德思想 提升精神等等 其中他有甚至設計了流動的卡車 中陪後有電影的奉迎的器材 還有流生機套書 還有簡單的運動器材 那時候中國式的開口社 稱之為麗智社 麗智社 麗智社 如果你有看過軍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這間麗智社是什麼 那麗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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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有很多開口社 比如說 在這個北島有一個開口社 學行社 那麗智社 那麗智社呢 割到這個 現在在台北中通府後面 那個長沙街 那麗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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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如果去就是什麽 那麗智社 我們去就是那個北投文物紀念館 我去的 它現在是改成這樣 那是一個 日本 幾棟都是日本社的家 我那麗智社 我年輕時也會去踏跨 它現在变成一個電腦 徒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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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一ünk glaub cerc 快大腔 那麗智社 有很多勢洞II priv 沒有三港鵝 那個北斗的邪行設施 那個洞車 神風特工隊 我們知道以前 日本人曾經到買來 以前開始 美國人的對手 日本就是 美國原來 有飛行部隊 他們的空軍 住在那邊 但是去那個日本軍 日本的火人機幫他打到 咪咪咪咪 這聲音 美國人抓狂 就去研究火人機 要怎麼做到 媽還要管 照樣可以照樣做 清雞又照樣做 那個賣人 人家機器有做得更好 所以日本到買機來 總共打機 打機 日本人那時候 就算有那個技術 也沒有那個 器材了 已經增到 戰線拉得太長 國內呢 物資什麼都沒有了 物資都沒有了 你就只會不會比一下 要怎麼 他就想到現在 沒有現在一個方法 就是 活人機盡量減輕 所以變成 那時候呢 買機來 又沒有清藥 又沒有什麼 總 成功打工隊 就是準備到 一件事就是 最準確美國的軍艦 什麼 就是 用人 用鐵 包 人的炸彈 總這樣 撞下去 這和現在 那個 差不多要飛狗 一些那些基金的 一種聖戰式 差不多的 一種行為 就是 準備要去 打個 一場聖戰 就對了 這 人 就是 這人類 氣消就是這樣 人類經常去做一群 他自己 所以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做社會的事情 像這個神風特工隊 一個 年輕的生命的 因為 這個 為了國家 而且要建設的時候 還在畫 什麼 萬聖 萬聖 這樣 甚至像 我們看 中國電影 在演 要 泰人 身 多久 就要畫 美國萬聖 這樣 實在是不必 這戰爭 很戰爭的事情 非常戰爭的事情 好 那麼 那時候 神風特工隊 如果要出發 他們會在 北斗 六軍的邪行社 有在台南沒有 不知道 台南這裡應該有很多 這種 神風特工隊的年輕人 當然 他的神風特工隊 裡面 就無分台灣人 無分日本人 準備都要走 要去 洩人家 洩人家 洩人家到那裡 就準備要看下去 就要撞下去了 好 那麼 以前的地方 的主要是 北斗 這個 這個 北斗這個 學行社 這就是 就是說 那些年輕人 準備 已經要去死 可能 就是在那個地方 叫幾個小姐來 背影 不要這樣 享受一下 喝一湯 吃一湯 好 喝一湯 喝一湯 過天 就要去 那些 很多 但是這個 北斗 學行社 是這樣 不要這樣 這個 政府的酒 來 台灣 國民黨的政府 來到台灣 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 那個時候 這個 北斗 學行社 其實是一個 壁壁的記帝 山邊做一個 壁壁的記帝 什麼壁壁的記帝 就是這樣 這說法 怎麼會漏漏漏 中國 在對於 控制的病理 裡面 台西 中國人 台西到最多 最多 當然 以中國人來說 就是 本軍 那麽 軍裡面有 受鬧 當然就有 受鬧 受鬧 對一個是受鬧 就是那個 鋼春靈刺 鋼春靈刺 就是日本 那時候 對華 最大的 冬冬 最大的 冬冬 就是這個 鋼春靈刺 跟李祖 世界第一 表面上 蔣介石 以得抱怨 以得抱怨 那個鋼春靈刺 像台西中國人 台西 你不是一直 一天 發生 那個 南京大屠殺 什麼十堆 說一堆就對了 好 你說一堆 現在 結果 所惡 你怎麼看不見 鋼春靈刺 是 鋼春靈刺 給他 嚇勁 欸 怎麼這樣 鋼春靈刺 怎麼 第一 修惡 幫他嚇勁 他就以得抱怨 真的 那麼大的 那個 道德感 我聽你 在說 你如果想到 那些多家庭 在這樣破水 在建政裡面 破水 他就在以得抱怨 什麼 以得抱怨 以得抱怨 不然你就 不要來台灣 你現在來到台灣 勤勤台灣 勤勤日本的財產 都行 不然就有做 以得抱怨 因為那些都是 尤其是 微調 克剛 在中國通牌 講的八十月一堆 就是要做八十月 才讓我們後一台 讓我們後一台 繼續講 繼續 無地識 來幫他笑 這樣 所以這些人 這些人 你是不是要怎麼 對於以得抱怨 我才想不到 這空主說也不能以得抱怨 要以直抱怨 當然空主也不說以牙 還牙 空主是說以直抱怨 不能以得抱怨 當然那個時候 他的生活 當然不是要以得抱怨 他是要利用的 鋼春靈刺 那利用鋼春靈刺 從什麼呢 做一個別團 白團 這個名詞 在我們的克剛圍條裡面 是看不到的 這個名詞 就要留在民間裡面 去研究 因為當時 日本正敗之後 這個 就希望鋼春靈刺 做一團 日本的 因為日本都導航了 那軍券如果是回去 當然要接受到軍事 所以 他就簡單 就是說 中德這些 這個 這個 很重要的 那些 日本的軍券 他把它組織起來 請他們來台灣 化名 這個就是中國名 化作漢字的名 化名為中國名字 為什麼要這樣呢 當然很簡單 就是說 化名之後 才可以唱在台灣 來打台灣的軍券 尤其台灣把他 經理最是一個 很重要的軍事 就是 把台灣改造成一個 殺人的機器 就對了 那時候 有受過的 鋼春靈刺 這些 這些中國券 就是 浩波春集中 就是一個 浩波春在賣台灣人 他去給日本軍券給他 他 他不知道他算什麼名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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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防名的 不一定跟台人 但是浩波春是 去給鋼春靈刺 這些白團的人 跟他尤其是 尤其是 那時候 當年 很多軍券 去受到日本 這個分野的時候 日本人覺得很少 就是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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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隊的軍官 簡直 不會作戰 有一個 中軍 叫他們 要怎麼 佈在這個戰兵 那個兵 equiv 退任 30個都不elen 笑死 當然他們 會不會笑 他們就是 純著一條命下來 還可以讓蔣介石 贏 不要死就是好 日本人也… 沒在外容 不要死就是好 現在人家叫我 所以白團的時候,白團回來的時候,就是在北投的邪行社 他就是在現出的北投文物館 如果我走去北投那裡出頭,他就跟我說這段 說給你聽,不用想,你才聽我的節目,他不可能跟你說 那麼,另外一間是在總統府後面的長沙街 那間也是邪行社,那間沒有去給宋美領在1950年 他改成是婦聯會,跟更名叫做智德堂 那間目前目前一定是在台北市政府 所以聽說一定太好了,也可以在裡面準備,可以在裡面喝咖啤 那間是英國殖民室的建築 也就是說有很多公門,而且它的走廊都是很寬廣 你說這一種建築去哪裡看,我才可以知道它是英國殖民室建築 很簡單,你去台南的公會再看,不是公會再看,不好意思 就是去台南的知識府看,那就是英國殖民室的建築 你看看它的走廊 就是它就是算說兩個阿爸,然後去家裡說兩個阿爸 一個阿爸窗裡面,一個阿爸在外面是有公門,路空的 這樣,兩個包起來,在家裡去法官 這樣就是冬、暖、夏、涼 因為那是英國那個時代去市民到這個藍民 所以研究出一個建築的形式,那種叫英國殖民室的建築 那麼那間台北一間婦聯會長沙這間,那就是英國殖民室的建築 那麼宋美玲,那時候我們知道就是她用這個婦女聯合會 各位要知道,這個婦女聯合會的經費委員會來了 我跟你說,因為這個婦女聯合會那時候 每一個,每一筆交易的百分之幾 一定的比例是要交給婦女聯合會的 換句話講說,婦女聯合會那時候收集的情形 哪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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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看到大眾說,是嘴討國民黨黨產的一個做出 說是軍事出來،是有幾千億的 怕死人 這真的 rock 吃飲料、聽鐵 有沒得叫掌rak臨 沒沒得奸�� 協安感 那 那 這兩城 DialST 在2002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他變成總統 變成總統 反正變成總統的時候 把他打開 打開現在變成台北市政府的地方 那麼邪刑社為什麼叫邪刑 我現在要給各位解釋一下 日本因為他分兩軍 一軍是海軍 一軍是六軍 那麼六軍的邪刑社 他算是他們在副六部 所以他的名字為什麼叫邪刑 他是用到詩巾裡面 你說日本人怎麼打詩巾 你不知道日本人打詩巾 日本人就用詩巾裡面 詩巾 琴 風 無衣 那麼裡面有一句話說 契約無衣 你們怎麼說無三 魚子同賞 就是 你如果說無三 魚子同賞 我三個照理 也跟你作為稱 亡於興師 修我賈兵 你如果真的要出錢 要收台 我就跟你作為行 叫 魚子邪刑 我們的意思 詩巾那一篇文章就是說 你如果無三 魚子穿 外衣 跟你的衣 就是我們 一樣穿一條褲的 穿同一條褲子的 你如果要出錢 要收台 你也要給我送財就對了 我就會跟你作為行 所以呢 他說 魚子邪刑 就是同甘共苦 互相扶持的意思 所以 這個叫做邪刑社 邪刑社 那時候台南邪刑社 因為他的部隊步兵第二連隊 那是日軍 在南台灣的軍事支援中心 他的名聲就是 在現在的新公大學的歷史機關 到這個工業設計機關 就是大城館 跟到那個藝術研究所 李賢樓 差不多就是這幾桶 以前是日本的第二部兵園 那他是算日本早期 試驗中 鋼筋粉泥土 建構歐峰巴洛克斯的建築 很漂亮 就好解釋 那些都有樓下來 現在呢 變成新台的浩洪的浩洪 那外國人來到這個生台 看到那些建築說 喔 哇這間浩洪是幾百年 那是多久的浩洪 為什麼要這麼多讚 其實那是以前的平衡 因為那個平衡 他都蓋得很漂亮 那種歐洲式去得很漂亮 所以說要變成是 很多我朋友的五次 其實真的去學校的就是 台北帝國大學 也就是現在的台灣大學 那是日本 說台北帝國大學 我不是說中學 說日本啊 如果台北帝國大學 比較漂亮的就是 那個 台北帝國大學 台灣大學 好 那麼 這個學行社 它是在一九二十年 差不多台前十三年 我如果用那個地圖 因為剛才看到這間的時候 頭前好像寫了一個公門 那裡面呢 外面是破破爛爛爛爛 我看這個網路裡面的網路裡面 還算過很新 沒有很新啦 算過保存得很好啦 那剛才在台南公園的旁邊 那麼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喔 日本人離開了台灣之後 這個地方因為是須於六軍 所以國安部接收 但是國安部接收呢 都沒有在管理 沒有在管理呢 現在就開始喔 我們要知道喔 那個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的時候 不是對每一個外星人都很好喔 我常常是說那些外星朋友 有哪 很多的外星朋友 尤其是那個 你如果是說那個大館 通體價 當然都是本地 日本人最好的東西 你如果是小兵一個 老娃兵一個 對不起喔 你自己去自身自媚 我叫你住這裡你就住這裡 好比說 來到台灣 來到台南就好了 台南四村園 四村園那時候就叫 那些朋友說你先去住那裡 唉唷 叫人去住四村園 喔 那是高級的理貫 對他們這麼好 靠那裡 這就是四村園那裡算好 四村園是那個 四村園那些心當然是最好的理貫 但是你四村園如果可以住一百人 啊你把錢進去一萬的人 你這樣可以住 啊 不過 只不過是說他原來 他會有頭髮的地方睡 然後 所以一間 可能一間房間要分四五個 在住了 所以等到 買來呢 四村園幾個都被毀掉了 那麼 我們這個 啊 學心社也是一樣 啊 來到這裡呢 啊 啊 啊 這間房間啊 啊 啊 這些 朋友啊 啊 啊 這間房間不是多大間呢 啊 啊 所以你用它 在這裡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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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些學心社就亂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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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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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所理解的水膠社 水膠社 水膠社就是海軍的 海軍的縮小 因為海軍縮小的縮小都沒那麼大 它裡面有縮小 或是在這裡給人家什麼都在那裡保養 所以海軍怎麼能跟你的連儀社 就是它的縮小是有幾棟幾棟 因為海軍是長期住在那裡 稱為水膠社 水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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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水膠社為什麼叫水膠社 是因為莊子 日本人也是堅固的中國桌子 桌子裡面說 君子之交淡落水 這句作為他們的名字 為什麼才是君子之交淡落水 所以變成水膠社 意思是說 雖然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但是君子之交不是一種小人很親密的 互相慘媚阿諭 而且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 這是好兄尊重 這樣一種的高倍 這是穩住極高 這是莊子宮的啦 所以日本人給它做是他們的海軍的庫路部 那麼這個水膠社跟國民黨政府來之後呢 他們就給它做是孔軍的貫春 那麼 當然很多的空軍就都去到這個水膠社大 聽說那時候呢 這個 國民黨政府有很多黃金帶來台灣 就是帶來到這個台南的水膠社 這個台南的這個基調 真的 沒真的 我看黃金到底是在那裡去了 我都不知道 那時候如果腳板進來 他們另外再建一個空軍二村 那就是算說 你不是那個核心部隊 那種的那些都是派派去其他那個 比較大的貫春就對了 那如果是比較核心 那當然是住水膠社嘛 所以這個國民黨來台灣 真的實在是老實 那日本人老了這麼多財產 那他們也贏不了 那有時候呢 我跟一個朋友在跟我說一個小話 說那時候 很多這個軍官來到台灣 部隊來到台灣 就跟他們說要反共帶領 要反共帶領 痛到說好 這可能來台灣 那不用多久嘛 領袖 蔣介石 才能來甘心 讓我們大 那這個我親切大一間 算一間就好了 那另外 那瓶鍋店 那是沒有看過那大間的房 那就佔大間的 那不要說 那邊這瓶鍋店 大大間的 那那個軍官都要大小間的 那當然是不要 沒有要反共帶領 趕快要去投降 那當然 那邊這那個軍官的孫子 就比較多嘛 那不是這樣 好 現在再來 又說 這個 為什麽這個學行社 總沒有人參 那就很簡單 那個婦聯會 蔣送美林的婦聯會 其實 那時候就是因為很多 這些公家機關 實在是財散太多 國民黨真的叫一下 唱一下 唱一下 所以 帥爾之兵 莫非王圖 看 這間沒有什麼 那間沒有什麼 你如果說 照理說 這個婦女聯合會 就是日本時代 愛國婦人 愛國婦人會 日本時代也是 通常也是有 很多說 婦人家 一定要來參加到 這個愛國婦人會 就像我們 就像那個 宋美林 在用那個 婦聯合 你看那個 宋美林 我說那個 宋美林 最近說 要唱到他的家 真的要三億錢 還有其中一檔而已 那裡面 和華到 嚇死人 連美國總統也沒有 他住得好 你看 那個油洗洗 可以這樣 做這個 人家做過中國的 這個 人家的 可以這樣 做到這樣 這麼爽 我實在是 換我百多歲 所以 我都不相信 什麼 有洗 歐油歐薄 這我都不相信 有的人 當然要向他解釋 說 他就洗 所以有洗 我也沒有 看你什麼 角度看 這個 這就好 像足夠以來 就是這樣 有的人 你要說 他是善人 結果 別人 說裡面 他是億人 比較 我們台灣 就是最多 沒有是非 我們沒有一個標準 我們的標準 都是 你看到一個 歷史的民眾 都是這樣 所以 有時候 外國人來 感覺很好笑 我 比如說 台北 那個 國家的 二百紀念館 看一看 台灣人 精英 給國民黨 台式 這麼多 走不走 走到 那個 這個 建國中學 旁邊 那就是一個 蔣公通鄉 你看看 你 你們不是 國家開一個 二百紀念館 所以又說 今天 就是 今天 這個國民黨 政府 是怎麼台式 你們台灣人的 精英 說到這麼大 這麼大 你們在中學裡面 跟菜市線 講公通鄉 你們要叫這些 孩子 就要 在建國中學 學生 學習到 今天這台式台灣人的 很神秀 不是很減少 所以 台灣很多地方 跟你說 為這些建築 你可以看出 台灣實在 真的很多地方 都沒有資訊 就是這樣 好 好 那麼 先來講 這間 學生社 我想要知道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 老實說 好像看到 那個問 很多朋友說 怎麼鬼屋 沒錯啦 很多人也認為 那時候 這間就鬼屋 所以 就要研究 研究說 我會大 這間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 一開始 就是 從日本時代 一張地圖 開始看 那個地圖 叫 台南公園鳥看圖 有那個 什麼有隻鳥看的 就是有火龍器上面 看下去 看到 那個學生社 其實是 三間 我們現在看到 是一間 中間 一個公文 那是三間 三間 看他的方向 是 面對了 台南的公園 這個 學生社 面對台南公園 這樣不錯 這樣 視野也不錯 陣地 看起來 和旁邊的建築 算算 這樣可能 差不多百多片 外型 由一些這些 老商品 來看 是 像這個 歐洲的辦公園 的結構 它主動 入口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是往內縮進去 那 港型的大門之上 有紅白相間的文室 那 現在 再走一遍 門 開一遍 大廳就跳高 有L型的木製 樓梯 大部分 那時候 那時候 日本人 如果去這種 陸軍學巡社 還是去 日本人 早期 因為 英日同盟 所以 他們很多建築 都收到 日本 國政府的影響 所以 他們建築 都是英國式的建築 比較多 有英國式的風格 那麼 它的建築 建築 差不多 兩棧 樓 那 裡面 是有三段式的設計 它 它 是用 酒造的 做沉重牆 就對了 酒造 那 酒 沖 有開 通風口 大部分 日本 那時代 沒有什麼冷氣 不冷氣 用冷氣也是很貴 貴到 所以呢 但是南台灣的天氣 高很暖 所以 他們通常都會在 下邊 開一個通風口 上面會把它挑高 用木遮 這樣 空氣就會對流 熱氣就會用出去 所以 不用多冷氣 也是涼涼涼 我是覺得這樣最好 我們現在 很多政府的機構 很突然 蓋都把你蓋得很大間 蓋到要走四人 比如說 我們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議會 都蓋到太多大間 尤其是 這個 不要說市議會 說這個台南市政府 蓋到一間很大間 走一面暗 為什麼暗 它採光不足 設計得不好 你中間 設計一個中庭 跟設計得很大 很大的中庭 你要想看看 那個中庭 那個大空間 那幾個層樓 這樣 的中庭 你剛才用冷氣 要把它抵押 給它 讓它涼涼 要開始多少次 所以 尤其是 最近 我去台南市政府 看看 看看 有沒有氣勢 人 這個 現初是 這個時代 它們都開始 在說到 有綠建築 綠能建築 要接約 要省電 政府也這樣 跟我們老闆說 你政府的建築 去到什麼 比人家比較多 比台東市政府 去的什麼 它去的是 回字型 回家的回 回字型 那中間 給它讓它 很大的空間 那空間 把它冷氣 要灌給我 那也很困難 所以 那空間 當然 你有需要說一個 大空間 你記得 如果要做回字型 這樣不然你就整個 將到這個回字型 中間 這個空間 是把它漏空的 讓它 空氣下去 對流 空氣下去 對流 讓它幫你煮煉 你辦公室的部分 當然 要辦公的人 他需要 一個 氣候 好的地方 你可以做封閉性 那裡 找冷氣 但是 你的中庭就不用 找冷氣 這樣才可以節能審探 結果你看 那就是 胡志強 時代 每一個 館市長 都爭相 要撞到 這個 他們的辦公室 蓋得 很大間 很大間 我們撈負財 是 親和他 在賣 九歲金 你們帶小三去睡 上下還有一個議員 說帶小三去睡 去拿到 補著補到 才不會看 甚至 有去 簽領到 那個 市議員 都不宣揚 還沒行 這樣說 建設了 好 我們再說回來 這個建築 這個建築 其實 他 他 上面 那個 柱頂 他做幾段式 兩段式 兩段式 那麼這兩段式 有一個好處 就是 第一 他的層次 什麼 看得更漂亮 第二 他就是說 他用這樣做 他的通風 通暖夏涼的效果 就非常地好 那麼 他的這個 酒窮 他就露出一些木結構的牛 跟他的 就是木糧 跟他的這個 橫架什麼一堆 那麼 上去上面 他的處定就是 用十字的瓦片 下去鋪沉 那麼牆面是用一種 叫真壁照 什麼叫真壁照 他這種的就是說 他要做的那個牆面 讓他有什麼粗糙的感覺 這種粗糙的感覺 看起來 看起來 就有一種粗糠的感覺 就有這種 鄉村別墅的感覺 那這種要怎麼做呢 這種就是 用那個 中草 你就先把上面 那個 磨好那個水泥 灰泥那裡 等到他要搭不搭的時候 關鍵用的稻草 把他 塑成那個樹狀 拍打他的表面 表面 你拍打結果 他就這樣 產生一顆一顆的顆粒 這種的表面 就這樣 看起來就是這樣 粗糙的 這樣 有種 粗糠豪邁的感覺 所以 他這種的稱之 在日本回來 叫做真壁灶 真壁灶 因為呢 他提供了 說 你如果是出差 軍人要來這裡 大 他就要 將到這個 上面 他把它做一種 落地窗 就是 有一些牆面 把它做落地窗 落地窗 那視野比較廣闊 你看到他的地方 就繼續漂亮 因為你 剛好面對台南公園 上街 右邊 有這棟 那棟 有一個英國色的 長型的煙囪 可能就是 餐廳 跟廚房的部分 所以 這個 整個 說起來就是 你如果是 來到 這個 諧行社 軍官 你就可以 躺在裡面 請人家 那 三年 你可以 住在那裡 很大班 所以 這個 諧行社 有很多人在利用 所以這棟 諧行社 當然 到最後 不知道 說 他是 為什麼 病座 都沒有人管 開始 有在研究 我 開始 從 網路裡面 有哪兒去找一些人 然後人後 有哪兒去找一些人 專家 看見 這個是不是 那個時候的 諧行社 慢慢才知道 哎唷 那真的是 那個時候的諧行社 但是 現在已經整個 破壞了 破壞了 現在 很多人 現在問題就來了 甚至 還有一間廟 那 這個 裡面的 財產的 定義 是怎樣 過期 是怎樣 那 那間 我說過了 蘇美玲 他就是 贏到這個 台北的 協行社 做到他的 婦聯會 你如果說 要去做那個 如果在台南 他當然不會去選 協行社 他有可能去選 愛國婦人館 但是這個 愛國婦人館 有了 有一間 有哪有婦聯會 然後又變成什麼 救國團 反正 在 那個時代 裡面 國民黨也沒有分 東口 跟國口 有什麼差別 反正 把日本人拿來 就我一個朋友 說得很好笑 他說 這個 國民黨裡面 唯一兩個 不會貪污的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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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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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他的貪污 要給他 都他 他要貪什麼 他就說 這間是誰 你的名字也要 他要跟你拍四行 要給你四 你也是 你本來不是四行 要跟你做四行 他要給他 所以 六個人也要 所以才有貪污 當然不會貪污 這樣說也是有道理 所以那時候你看 很多地方都因為一方面 想說他要趕緊 叫日本人 那些台西很多中國人的日本人 來訓練台灣的軍官 準備要去台西中國人 這個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時候大家有精神錯亂 我們大人的精神錯亂 你說孩子的課綱回調 精神錯亂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學生社從無人管 無人管 沒辦法開始有立法委員 就在那時候 他說這個到底要做什麼 是不是要好好把他修復 我就開始去找 就說 有什麼這個無人管 結果沒辦法知道 原來這個學生社 這個當然是像水高車 這麼龐大 我們知道水高車 因為大了很多 這些以前的軍官 所以水高車 慢慢的變成很多 化性第二台 他們的行動過程的記憶 所以現在目前在水高車 也有辦很多紀念館 歷史紀念館 冠春的文創園區 就是要保存到那裡的化性第二台 在那裡的行動過程的記憶 那學生社就沒有了 學生社因為他太過世 就像皮塞堂 我們說的那時候 國民黨的軍隊說 哇 這用撥的也撥不完 撥不完 這皮塞堂 這個學生社 當然就沒有差異了 沒有差異了 最好笑 有一件 就是我查到最新年 2014年 20014年 李萬一在審查 郭鳳醫生 有一個國議說 尖對國防部所屬 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官社群 古蹟 及台南陸軍協行社 與永康飛燕新村原通訊所 等兩處歷史建築 因沒有經費維修 而遭方治疑案 你聽到沒有 就是說 這裡的地方國防部說他沒有錢 因為我貪污都不夠 我不是說 國防部的莫名人貪污 我是說 裡面啦 裡面有人貪污 經常要抓到 貪污都不夠 比較有可能去收一個小小的協行社 所以就沒有經費堂維修 就用方治 就用廢治 廢就放在那裡 你看我們就做一個決議 國防部因延寧具體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 完成古蹟及歷史建築維護工程 以利民間資源活化利用 這是立法院的附帶決議 你若是要去做過這個 因為我年輕時要曾經去做過那個 立法委員的國會主任 所以我就很清楚 這個心臟醫生也真心笑 通常 這個國家部門 很多這個議選 都是把他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我說的最簡單 本來 我以前就是很問題的 立法院裡面 整個這些議選 是怎麼放在那裡 都把它寫出來 幾個簡單的例 那時候我看到總統府一筆議選 叫做國家什麼統一預算 這樣就對了 我一年我就說 那時候不是說統一不作為一定的選項 國家準備 希望可以用中立的名詞 結果請要立法委員去選項 後來 真的說好 他要改造國家發展 結果這筆費用 我想說 可能會不會變出來 結果就不是 那筆費用都要三個百塊錢 我們國家的議選 按照獨立說 要靈基預算 當然 他說天荒月潭 什麼叫靈基預算 我每一年 如果要變一個預算 就要緊急我實際 要用的 要開的 下去變 再來送禮反應 這如果是在一般的民間企業 當然是很正常 我今年準備 我今年準備要開多少 要收窮 做路 要怎樣 所以我就要緊急這些需要 來變這個預算 當然有很多是算金場門 譬如說 什麼是金場門 譬如說 我公司的一年 請一百人好了 一百人的薪水 加雄就今年可能準備要挑釁 加到他的年總獎金 這都是金場門 所以這是我一年應該要花出去的錢 沒錯 這叫做金場門 但是我公司今年要做多少行李 準備要開多少行李 準備要買多少行李 這不是金場門 這就算說 我要看到我今年所接的頂端 我的業務是多少 多少 我才來變 國教教理講也是要這樣 但是我們國教教也這樣變 你只想 親親猜猜猜猜 也是今年超頂端 你現在超來超期 你自己說 你這個頂端我不是叫你蓋 你身材才也不蓋 蛤 那有的齁 很好笑的 那有的雨傘 讓它變得荒唐自己 我有一年 那時候在日本園 有一年去 我還記得簡單的 抓那個台湯的雨傘 抓那個雨傘 他說台湯準備要加雅台刺滴 刺滴是一定要去加雅台 鴨台是特別有什麼環境 結果他們是怎麼說 他們說 因為他們要做一個實驗的 無汙染的養豬 說好 就看那個 最小的看 裡面是這麼多 平均一年要八十萬 各位聽說 那個時候是差不多 二、三十年前 養一隻豬要七八十萬 你送一個小孩去美國 十千萬 不用七八十萬 蛤 這一定算國寶珠啊 開玩笑 不然 好 立法委員 頂到 又叫他 記者的交代費 不然 那個 台湯的 總經理來 蘇貝 跟我說 總共爹 說我們就有一群人 退休了 要加雅台大 所以 我們就找他一堆一堆 要是不是 那堆一堆 那時候行政院秘書長 他們兒子的地 原來是這樣算的 我們現在立法委員的心情 都清清清清清清 還不然是認真 大家知道 你敢不敢 唱一唱 哭音節目 所以我們台灣這個國家 準備的就是這樣 那時候 我是很認真 在查那個故事 不過 所以很多朋友說 他應該要重振 重振 重振不好 對我來說 我要重振 少爺的重振 因為我對他們 整個的結構 系統太了解 我做一堆所做的事情 也不是為了要重振 當然 後來做這些文化 比較重要 還有這些 過去的 台灣 在日本時代的家 一間一間月 都出來 來說 我們所有的 這種朋友 聽 這樣不是很清楚 這樣不是 經過很多人 會去當時 就說 原來這是這樣 比較說 這間邪行社 你經過 很多人 看到我這邊 文中 發表後 他說 我經過 走過這裡 我不知道說 有這間邪行社 就算知道說 有這間邪行社 也不知道 那個在做什麼 也不要看過 那個古早時代 到底他的照片 是怎樣 這間邪行社 要回合起來 你看看 我們現在就看到 剛剛那裡 歡迎的 附帶決議 他是附帶決議 我先跟各位說 附帶決議 是我們告白費車 附帶決議 就是說 我現在通過你這個議場 但是我附帶有一項決議 這個決議 只是給你建議而已 你說我沒有照做可以 當然可以 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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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 很努力 包含 比如說文化部 包含 市政府 比如說 六千塊 跟文化部 上有說 起格 跟文化部 看你是要怎樣 那你錢 要補一條 好好的 來把這間店建起來 因為 你當時一樣收起 你如果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你真的 賺一筆錢出來 你就要去合調 當然 我如果是國宏部 一定是 你們家的事情 我處理要做什麼 好 國宏部不聽話 現在要怎樣 當然就是要換總統 如果總統 去跟總統說清楚 總統三軍元帥 三軍元帥 元帥 三軍統帥說 就跟國宏部說一下 國宏部 馬上就聽話 你要信嗎 就是要這樣做 我現在都知道 我們這個過程就是這樣 你有很多 在台灣 你要 譬如說 馬英九要做到 這個 高中 中學課本 要該做 欺騙老百姓的課本 他這幾個就可以了 他的異敵就可以了 就有那些糟糕在做 那不是這樣 而且 人家的校長 一堆校長出來的時候 在看 有時候 吳思凡 他嚇死了 人家擺到 所以這堆 這些沒路由的人 在那裏做這 領導台灣 不管我們台灣 今天越來越逼 那就是這樣 唉 好啦 這樣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台灣收看 這是FMQ1.5 自由之下 漁夫自由行 我是漁夫 後一禮拜 冬節時間 在公眾再會 拜拜